嗨大家好,我是美洲带你打造频道很强烈的老屋 我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为什么这期画风突变呢? 全都是因为它剪映电脑板横空出世 这个软件告诉我,我十几年的从业经验仿佛喂了狗 在这科技进步的今天 退休养鸟可能才是我最好的归宿 人们都说AI会在不久的将来抢走我们的工作 没想到我就是第一个被抢走工作的人 我预感它将会带来一次自媒体行业的重新戏牌 那剪映电脑板真的有这么强吗? 第一呢,它有恐怖的庞大的素材库 第二呢,它的功能有一点点变态的强大 第三呢,就是操作异常的简单 新手小白也可以轻松的上手 第四,免费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你要啥自行车啊?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期剪映的详细教学 会覆盖到剪辑最常用的六个步骤 帮你快速剪辑出自己的影片 我们这就开始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剪映的官网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大大的立即下载 这个网站会自动识别我们的系统 如果我们是Windows系统 它就会自动下载Windows的安装包 如果是Mac的 它就会自动下载Mac的安装包 我们点击它就可以进行下载安装了 相信我非常简单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我们直接打开我下载好的剪映 好,现在我们打开了剪映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打开剪映 就会得到一个跟我一样的操作界面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开始创作就可以开始剪辑了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剪映的主界面 如果你用过任何类型的剪辑软件 你会发现剪映跟其他剪辑软件简直长得是一模一样 几乎可以无缝上手 那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界面 左上角是用来放素材的 中间是一个监视器 右边是用来调整参数的 下面是最大的区域 是用来剪辑的时间轴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明了 我们做自媒体影片 说白了就是六部 第一部就是粗简 第二部就是加包装 第三部就是调色 第四部就是处理一下音频 第五部加一个字幕 第六部就是导出 对吧 而简映真的是非常聪明 它就是把这六部简单化 傻瓜化做到了极致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就是第一部粗简 粗简我们当然是需要 首先导入我们的素材 我们不管剪辑什么样的影片 素材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简映为什么很强 就是因为它内置了一个强大的素材库 我们点击这里的小架号 你会看到 非常多的种类的它已经准备好的素材 有很多确实真的很实用 而且我们平时用后期软件来做的话 也会非常的麻烦 比如说321的倒计时 还是挺炫酷的 对吧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2021的一个小的偏头 然后再往下 还有一些常用的 比如说彩条 雪花点 好说完了它的素材库 我们还是来导入自己的素材 我们点击这里的加号 就可以开始找我们自己的素材了 好 我们把所有需要用到的素材 全都导入进来之后 我们只需要把我第一个用到素材 拉下来 就可以开始进行对片段的修剪 所以修剪片段有两个常用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拉素材的前面 再拉素材的后面 剩下中间就是我们需要用到的片段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方法 可能不是很精准 有一些剪辑的高手 他希望把剪辑的操作精确的帧 比如说 我想让这个头发 在它飘起来的一瞬间 在这一帧准确的剪辑 我可以先大概拉到一个差不多的地方 然后在键盘的左和右 就可以一帧一帧的移动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一帧开始 OK 在这一帧我们要剪辑它 我只需要按一键 Command加B 就可以在这一帧精准的把素材切开 那么我的这个头发飘到这里 差不多 刚落下去的时候 我想把它剪开 我还是点击我的鼠标 就可以落到差不多的地方 然后在左和右 就可以精确的控制 比如到这里 好 Command加B 再次切开 把前面的删掉 把后面的删掉 剩下的就是我们想要的片段 好 这是修剪片段的两个常用的方法 我拉一个教堂进来 这样的话 我的两个片段都是雪景 第一个片段 第二个片段 我们可以在中间加一个转场 通常来说 我自己剪辑的时候 其实是很少加转场的 但是有很多的朋友是比较喜欢转场的 而剪映给我们提供了超级多的转场 是吧 大家可以按照需要来选择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用的比较好的 是运动短场 用一个推进的效果 和一个拉远的效果 我们这一个片段 就可以用推进的效果 点击加号 自动就在这两个素材中间 加上了一个短场 对吧 我们来看一看 就推进进去了 然后这个画面 你会看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素材左右两边带黑边的 对吧 我们怎么办呢 点击它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素材的四个角 都有圆圆的圈圈 对吧 我们把它拉大 自动就会你能感觉到它吸附到两边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它进行全品 还有一个很别扭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转场是推进去的 这个转场推进 推进去后呢 这个后面的画面居然是一个拉出来的 你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是不是 我觉得如果说它如果是反着放 推进去之后呢 这个后面的素材 继续是一个推进头会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素材爆放 对吧 那简映呢 说实话 它是抖音这个公司的嘛 它主要就是服务于用手机拍摄的能够的 所以它对手机拍摄的素材是非常友好 以至于这几个常用的工具 全都是为手机而生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要用到的爆放 对吧 我们点击它一下 然后它会开始处理 处理了完之后呢 这个素材就成功的倒放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推进去 哎 然后积蓄是一个推进头 就会感觉很舒服 对吧 这是倒放 然后呢 第二个是什么 叫镜像 就是我们在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拍摄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就是 这个左右颠倒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镜像的工具 就可以把画面做为镜像 是不是专门为了手机而生 下一个工具也是一样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手机拍的时候 本来是想横着拍的 结果却拍成了竖屏的画面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旋转工具 把我们的画面转转转 对吧 一直转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 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就是彩剪工具 我们点击它之后呢 就可以对我们画面进行裁切 然后我们再选这个素材 然后把它呢 拉到这左边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影片里面 左边一个画面 右边一个画面 对吧 这要说剪映相对于其他面向小白的软件来说 它另一个比较强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多轨道剪辑 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把这个轨道 直接拉到另一个轨道上面 那么这边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素材了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和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视频 就很像像了 对吧 除了可以多轨剪辑 我们在右下角 你还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原始画面 如果我们是想做数评的怎么办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就可以变成9比16 就变成数评的画面了 如果我们是发 比如说小红书 抖音 就可以选择9比16 那么还有什么比例呢 还有3比4 这个比例可能用的不是很多 比如说1比1 如果我们发instagram 就可以发1比1的这个比例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4比3 16比9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视频的比例了 那除了这些对画面的控制之外呢 我们在右上角还可以看到一些常用的参数 这些参数呢 也非常的大个级的存在 第一个就是磨皮和瘦脸 我们以前在premiere上也好 还是在ae上也好 想实现磨皮 这个说实话还是可以操作的 就是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想实现瘦脸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了 我们拉一段我自己的视频过来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瘦脸的效果怎么样 首先我们来磨皮 把它拉到最大 效果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瘦脸 哎 是不是感觉 我这个立即消瘦了20斤 有没有 我们按重置 321 咔 吓吓脸又大了 是吧 然后我们再重新再对比一下 就是磨皮 还是有一些效果 是吧 然后瘦脸 哎 效果 我只能说 这个很多小姐姐 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再把它重置一下 我又立即变成了一张大脸 好 这是第一个神级的功能 就是磨皮和瘦脸 然后是变速 变速很好理解 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素材变快变慢 那除了这个常规的变速 还可以进行一些高端的曲线变速 这个曲线变速 如果你玩一些 比如说无缝转场 可能会用的比较多 我们后面可以单独对其明天来讲 现在进行完了粗简 我们来进行第二步 包装 包装是什么呢 包装说白了 就是给我们的画面增添一些元素 有的时候可能是打一些好看的文字 或者加一些小动画 加一些人民条 加一个片头 这些我们都管它叫做包装 那简映呢 在包装这一块 真是让很多专业做剪辑的人 感觉欲哭无泪 就是觉得真的自己要失业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本 点击这个文本之后呢 你会看到下面 好多好多的花字 有没有 我们平时要做这个花字 在AE里面可能会需要花费 很多很多的时间 那我们来给我们的画面加一个花字 我们点击这个加号 就可以加到上面的一个轨道了 我们把它拉长一点 让它完全覆盖这个轨道 我们可以在右上角呢 先改一下它的文字 比如我们改成文春场 文春场 我们可以点击右边 然后把它拖大一遍 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改一点字体 然后呢 神奇的事情就在这里 动画 这里边呢 预设了超级多的这个出场动画 大家可以一个一个试啊 看看你比较喜欢哪个 我们就随便来选一个 哎 我觉得这个还挺可爱的 是吧 爱心弹跳啊 哎 好像弹的比较快啊 我们可以让它弹的慢一点 把它下面拉长一点 哎 这样的话 我怎么觉得好像适合萌妹子 不适合我呢 对吧 还没关系啊 哎 那么有了入场动画呢 我们还可以出场动画 出场动画呢 一样 有很多很多种 比如说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吧 给它 哎 就给它弹跑 对吧 再来一次 哎 这样就弹跑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它整个的这个字幕呢 会有一个入场的效果 然后呢 后面呢 会有一个出场的效果 但是在中间是完全不动的 如果你想让这个字 一直保持一个运动的状态 你是有办法的 就是在这里循环 我比较喜欢这个抖动的 对吧 很可爱 是不是 但是呢 循环呢 跟这个入场出场是不可以同时存在的啊 这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除了这个花字呢 我们还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些贴纸的包装啊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贴纸 你会发现 哇 又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超级超级多的贴纸 那比如说很应景的 现在要过年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小姐姐的删掉啊 然后把这个删掉 把小姐姐的重新拉回来 然后找一些比较可爱的贴纸 比如这个 下载好了呢 紧急这个加号啊 就可以出现了啊 然后我们把它挪到 我们想要挪到的地方 就是这个 然后呢 把它挪到想要去的地方 把它变小一点 好 可以再旋转一下 OK 然后比如放到这个 好 然后我们再播放一下 还是很有意思的 是吧 这个还是有很多很多种啊 大家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找就好了 好 说完了贴纸呢 我们来说特效 特效 说实在的啊 我用的不是很多啊 但是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它还是融合了一些比较 比较有意思的特效的 比如说 逐渐放大 然后什么轻微的放大 我们来试一试啊 我们点击这个轻微的放大 然后点这个加号 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啊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啊 可以来这边找 好 说完了包装呢 我们来说调色 调色呢 简映呢 就跟其他的修图软件一样 有很多的滤镜 是吧 我们点击滤镜呢 你会发现 哇 它 预制了 很多很多的种啊 各种各样的 我们只需要 把这个滤镜 加在我们的视频素材上 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简映的调色滤镜 其实比其他的入门软件 要做的好得多 比如说啊 我们找到一个胶片 胶片 比如说哈苏的 那么加进来 你会发现 在素材上面 多了一个哈苏的一个轨道 而不是直接加到了素材上 这样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比如说我们 多来几个素材啊 我们 再来一个这个素材啊 比如说我们要同时 在这三个片段上面 加上这个调色的素材 那如果说 它直接加到这个视频上 那我要加三个素材的话 我就加三遍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只需要 把这个哈苏的这个轨道 给它拉满 让它覆盖整个三个素材 我们就直接一次性的 把三个素材全都调好颜色了 如果我对这个调色不满意 我想删除的话 我每一个都加在视频的素材上 我需要删三遍 才可以把我整个的这个调色改过来 而如果是这种单独的一个 调整图层的轨道的话 我只需要一次性的删除 就可以把所有的素材的调色全都删掉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吧 如果你觉得这个调色的浓度太硬的话 跟其他所有的调色的手机修图软件 是一样的点击这个轨道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滤镜强度 我们只需要把它拉少一点就好了 不要太浓 这是完全没有 然后给它稍微拉出来一点 差不多在这里 我觉得就不错了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然后再看这个 整体的感觉 效果就出来了 对吧 调色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于一些没有调色基础的人 我觉得用浓镜真的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事情 简单的几下就可以调出一个不错的画面 好 第三步做完调色 我们接下来要做第四步 就是处理声音 那通常来说 我们处理声音无非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加一个BGM 对吧 第二种就是给影片加一个旁白 我们先来说BGM BGM这里边又要展示出抖音强大的素材库了 音乐素材 点击它一下之后 你会发现 哇 根据各种各样的情景 还有超级超级多的音乐的素材 比如说有治愈的 欢快的 有一些电影感的 搞怪的等等等等 你所需要的 我觉得它应该都包含 但是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如果你做的视频 是要上传到YouTube上面 YouTube对音乐版权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惩罚也是非常狠的 但是我不会去用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上传到国内的平台 或者其他的别的平台 可能这个问题会比较好处理一点 然后我们说完音乐素材之后 下面还有忙忙多的音效素材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机械的 比如打字的声音 或者一些人声的笑声 或者一些大家经常会用到的转场的声音 我看到这里我不知道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哭 想当年我凑齐了我自己的音效哭的时候 真的是用了非常多的时间 而简映一个软件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搞定了 还有三个常用的功能 比如说从一段视频里提取一个音频 或者说从抖音里下载 或者从下载链接里下载 这些我不是很常用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这是音乐和音效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变态的功能 就是加旁白 如果我们平时要加一段旁白的话 可能我要单独的去录音 对吧 录音要像我这种朗读不太好的 可能会需要多次的修改 但是简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AI旁白 什么意思呢 我们点击这个文本 然后第一个就是末日文本 我们可以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变得长一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字 对吧 我们把下面的先删掉 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字对吧 我们来到编辑 如果我们在这里直接粘贴一段话 然后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朗读的功能 朗读了之后 你还可以选择声音 我们就来选择小姐姐吧 然后开始朗读 稍微处理一小会儿 好 现在文本朗读成功 你会发现 下面多了一段音频 这个音频呢 就是简映自动把我们这句话朗读了出来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个朗读的功能 在一些AI朗读的网站上 通常是要付费的 而抖音却集成了这个功能 是不是不给别人活路了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那么这段文本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然后呢 下面这个音频呢 我们依然是可以做处理的 比如说 可以把它变成男生 我们再听一下 换一些AI朗读跟网站 还可以把它比如说变成罗莉啊 怪物啊 大叔啊 大家自己去尝试 然后呢 对于音频呢 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弹入弹出 以及调整音量 以及一些变速 所以这个功能呢 我真的是觉得 哎呀 超级强大 我现在在想的一点就是 以后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视频的话 是不是压根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做任何的事情了 如果要需要旁白 我们可以直接用文字打一段让电脑来读 如果需要画面 我们可以比如说在一些素材库啊 或者说在网上下一些现成的视频素材 如果需要BGM 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软件里面 就直接找到大量的音乐素材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简映真的是大大的方便了视频的创作者 现在我们还只是进行了第四步 下一步是更加惊艳的第五步 就是上字幕 一说到上字幕啊 我觉得我的眼泪就要出来了 我们以前上一段字幕的时候 需要自己找速记员 去把整个的影片上面的同期声要扒下来 然后还需要专业的字幕去上字幕 而剪映真是做到了一键上字幕 我真是觉得我的眼泪就要泪崩了 我们拿一段我自己的视频出来 然后把前面的删掉 这是一段可以看到4分42秒的视频 我们点击它 然后点击文本 这里边有一个识别字幕 然后有一个开始识别 好吧 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点击它 上好 我心里边默默的数了一下 差不多是21秒 一个4分42秒的视频 上了21秒就把字幕上好了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影片上面已经是有字幕的 对吧 那字幕呢 全都在这个轨道上面 我自己做了一些测试 但是我觉得这个字幕的正确率还是非常的高的 如果说有一些字幕做错了 比如说欢迎参加无闻训练营这个字幕做错了 改起来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点击它 然后在这边编辑面板里边 能来参加比如说无闻YouTube训练营 那无闻YouTube 只需要简单的修改就好了 现在这个字幕呢挡住我的画面了 对吧 我想把它往下一点 我就直接把它拉下来 然后呢 你会发现 所有的字幕位置全都改变了 然后我现在要改变一下它的样式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改变一下字体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字体往下拉 有一些现成的样式 比如说我们改成这个粉色 它是不是变成了萌妹子的字幕 那么除了识别字幕呢 其实还有一个识别歌词 识别歌词我自己是不常用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对吧 OK介绍到这里 我们做一支影片常用的六个步骤里的五个就已经介绍完了 分别是第一步粗简 第二步加包装 第三步调色 第四步处理声音 第五步加字幕 我们就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导出了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 我们可以给影片起一个名字 然后找到一个保存的位置 下面这个分别率的地方 再一次经验到我 就是它可以输出4K的分别率 要知道很多的基础版的剪金软件 它是无法输出4K分别率的 但是剪映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选择输出4K 然后码率也有三种 高中和低 三种标准可以选择 帧率的选择也很多 最高可以达到60帧每秒 然后格式可以选择MOV或者是MP4 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导出 就可以得到我们最终的成片了 好 简易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你觉得香不香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千万别忘了订阅 打开小铃铛 每周都有干货等着你 我是每周 带你打造频道影响力的老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